在2016年的4月,由美国媒体曝光了中美之间关于核武器指挥系统交易的内情。 美国媒体当时称,美国打算将自己国宝级核弹指挥机密送给了中国。 美国为了增强中国在核战争条件下的指挥能力,使中国成为制衡某周边大国的重要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提出了向中国提供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的计划。 同时,为了巩固中国核弹头的打击力量,又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然而,由于美国国内在是否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以及中美军事武器装备出现了分歧, 这一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却给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时,随着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日益改善,双方军贸往来密切。 这个时候,美国开始考虑自己如何与中国建立军事长久的合作呢? 那就是卖武器。 那么,中国当时需要哪种武器,或者说急需更新呢? 自然就是增强中国的核战争生存能力,帮助中国应对核讹诈。 美国计划向中国提供针对某国导弹的早期预警信息以及一套连通北京与各处核基地之间的核战争指挥控制系统。 在那个时代,核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环境下,热核战争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得力。 美国国内很多人认为,打核战美国不会有太多的损失,这其实是最大的无知。 一旦开战,美国也必将遭到严重的重创。 中国当时也面临着同样的核问题。 美国方面认为,与其是核战争的核战争,